只要是皇陵,就会吸引盗墓者们蜂拥而来,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盗墓者们为了贪图陵墓中那些宝贵的陪葬品,这些陪葬品都十分珍贵,可以说随便拿出一件下辈子生活就无忧了,在浙江一个村庄里有一个皇陵,虽然不知道这个陵墓里埋葬的是哪位皇帝,但是这个皇陵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是哪个皇帝的陵墓,在浙江省南山头村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坡,在山坡上建造了一个四层祠堂建筑,如果没有人告诉你,你一定会认为这是某个家族的墓葬群。 虽然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载,但是老一辈都说这是一个皇帝陵墓,如果是皇帝的陵墓,那么这个皇帝又是谁的呢? 谁都不知道这是谁的陵墓,仅仅是老一代人说,下一代人记住,就这样传承了几百年,所以到现在,时间一长人们都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来历。 知道这些事的人早已被淹没在历史中,传言众说,这里最开始是有一户人家守在这里,后来,他们的后人一直在这里当守墓人,每年他们都要来这里扫墓,甚至要把皇帝陵墓打扫干净才能再去祭祀自己的先祖。 以前,有的村民不信这件事情,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墓穴,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是因为风水好,所以,把自己家的祖坟也迁到这里,然而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这家人从此以后就遇到许多怪事,经常遭受灾难,所以,他们最后不得不把祖坟又迁回了原来的地方,这样,这些事情才得以终止。 因此,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皇帝的陵墓,如果不是皇家有神龙在守护他们,谁的陵墓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? 这一现象吸引了考古人员的注意力,之后,考古队员们仔细调查了整个村庄,推断出,这个陵墓主人可能跟某一个朝代的君主有关,在五代十国的时期,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叫做钱红处,钱留孙,钱元贯帝九子, 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陵墓的主人,钱红处,出生于千年名门望族,两着第一世家的吴越前世家族,他的祖先钱留开创了吴越国,在他的统治下,杭州和浙江一带的经济飞速发展,一跃成为江南地区的附属之地,钱红处是吴越国末代君王,钱元贯帝九子,钱宗之地,九百四十八年,被胡锦斯拥立为王,钱世家族,家封严景。 钱留要求后世钱世子孙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帝,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,受家风影响,钱红处生性善良,他登基后,大臣胡锦斯一直建言让他杀掉废帝钱宗,他念及兄弟旧情,始终没有同意,并暗中派金将薛温去保护哥哥的安全。 钱红处登基次年,便下令免除老百姓的欠税,并且将吴越国境内的废弃田地无偿分发给老百姓耕种,国家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这个举动让他得到了百姓的认可,从而也保证了老百姓的口粮问题,为了鼓励耕种,他又招募了数千人专门负责耕种境内其他废弃的耕田。 钱红处此举,将吴越国的农耕生产力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,他在位期间,国内粮食丰足,一斗米卖石文钱,百姓安居乐业,国富民强,钱室家族擅长经营,早在钱流创立吴越国的时候就大力发展经济。 他重视农丧,兴修水利,加上吴越地处我国,东南沿海地区,钱流便积极修筑海塘,大力开拓海运,发展海运贸易,与海内外各国各地区都建立了商业往来。 吴越国的造船业当时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,据日本国专员统计,往来海上贸易使用的商船几乎全部是中国制造,而这些中国船只都属吴越国出品,地理位置的优越, 和造船业的发达,也带动了吴越国与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,继承大唐后期的海外贸易基础,吴越国分别与高丽和日本建立了贸易往来。 到钱洪处登基后,他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更加重视,曾亲自派遣使臣前往高丽,日本等国迎回佛教天台典籍,钱洪处毕生重信佛教。 他还在台州认刺史时,明僧德韶就认为钱洪处他日必能为王,并说他日为霸主,勿往佛恩。 在他思维之初,亲自将德韶迎接至杭州,奉为国师,行弟子之礼,自此以往,钱洪处对佛教始终倾注极大的热臣,广建四塔,广招僧徒,大印佛经。 比较重要的一个事迹是,钱洪处在位期间访印度阿裕王分两批赤剑八万四千斤土塔以充公养。 吴越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,钱洪处作为吴越国最后一位君王,他的仁德不仅仅表现在懂得为百姓谋福利,更多的还是他的审视度势,身在乱世之中,他始终牢记百姓的安危,在南唐礼遇求救于他时, 他明明知道,南唐一灭,吴越国也会陷入险境,但是,他已经看清了赵匡印夺取地位的大势已定,他拒绝了礼遇的求援,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,在赵匡印挥军南下之际,出兵驻送灭了南唐,南唐灭国后,吴越国淳亡齿寒,孤立吴远,为保吴越国百姓一世平安。 钱红处在纪别潜留灵妙时,失声痛哭,在国家设计和百姓安康两者之间,他选择了后者,宋太宗太平新国三年,钱红处奉旨入京,遂被赵匡印扣留,钱红处知道无路可去,为保吴越国百姓安康,咬牙双手奉上了吴越十三州的疆土,自降封号为王。 虽然,他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地位,却在委屈求全中,保住了吴越国境内的百姓,不受战争的杀戮之苦,他在吴越国百姓的心里仍然是唯一的王,他的举动,在外人看来是吃软怕硬,实则是极其聪明的举动。 以当时吴越国的兵力,要对付赵匡印的人马,根本就是以卵及时,即使和礼遇联手,也难有胜算。 如果当时拼死抵抗,最后只能落得人才两师,血染疆土,不如亲手将疆土奉送给赵匡印表忠心,既能让吴越国百姓免于生灵涂炭,也能暂时稳住赵匡印。 好在做打算,果然,赵匡印对他双手奉上的大礼并没有多伤心,本来这吴越国的疆土也如他的囊中之物,随时可取,只是钱宏处自己眼巴巴送来的,倒免了他的舟车劳顿,赵匡印建立宋朝后,钱宏处为了维系吴越国和大宋的关系, 每年都会向大宋进贡无数的奇珍异宝,为的就是能依靠大宋的国力,庇护吴越国境内的百姓,在战乱纷飞的年代能够偏安易于,免受战火洗礼。 至于,为什么他要归顺宋朝?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爷爷说道,一定要确保民众平安。 即使在他爷爷快要去世的时候,依旧在告诫后人,做事情一定要量力而行,看清楚当时的形势,实时务为上上策,面对强悍的主军,一定要归附他,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。 他的儿孙们也一直牢记他的话,每年都会向中原进贡帖,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敌人太强大,不得不放弃。 当时吴越是最后一个独立政权,看到身边的人纷纷投降归顺,所以十分的害怕。 最终,他向宋朝皇帝请求投降,但是皇帝并不同意,甚至,乾红处把自己军队都献上去了,可是宋朝皇帝依旧不同意。 甚至,太祖曰,此无躺中乌尔,何用献为? 这时,乾红处身边的一位谋臣建议不如献上他的土地,而且,必须尽快,要不这个机会就错过了。 他想到无辜的平民百姓们,不得不采纳了这个建议,尽献十三州之土。 可以说,乾红处归降宋朝,使宋王朝兵不血刃,成就了一段固权大局、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。 千年前的古人,具有如此的历史远见和宏大胸怀,实属不易。 并且,乾王那土归宋后,留给后人的是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的美丽江南城市。 但是,在公元978年,乾红处却被抓了起来,就连人身自由也得不到,虽然,献出了自己一部分领土而被释放,但可以看出,他并不受到宋朝皇帝的信任。 在公元988年,他六十岁大寿的时候,皇帝曾经派人去庆贺,但是,在生日的前一天,他突然去世。 他死得非常蹊跷,有人猜测是有人给他下毒,但是,这也只是猜测而已。 而在他去世的时候,墓穴埋葬在哪里,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,只能通过猜测,根据宋代史集的记载。 他去世之后应该和南唐的后主一起埋葬在洛阳一带,但是,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回归松山,这样,很可能埋在洛阳的是他的衣冠中。 而他真正的尸身,则埋在了浙江一带,这就很好地解释了,为什么会有一代又一代人为他守灵,还是一座没有墓碑记载的陵墓。 字幕志愿者 关оло 字幕志愿者 感谢观看